Dodo一键创建代币功能。 单击开发者创建代币菜单进入页面。 目前Dodo支持在链上创建具有交易销毁、交易收费、增发配置的代币。 交易销毁,指的是你的代币在链上每一次转账都会有一部分代币打入销毁地址自动销毁,代币有通缩机制。 交易收费,指的是你的代币在链上每一次转账都有一部分代币打入创建者的钱包地址起到自动收费的作用。 增发功能,指的是你在发行代币后可以随时再次增发代币。 你可以同时选择这三种配置,也可以只选择其中的一种配置,或者不选择。 交易销毁和交易收费比例可以填写一到一百之间的任意数字。 单击创建,在钱包中确认代币就创建成功了。 在我的代币列表可以查看代币详情,也可以点击管理填写增发代币的数量。 增发之后,代币总量会同步更新。 代币创建成功后,可以通过创建资金池或者众筹签池来提供代币链上流动性。 单击管理即可创建资金池或者众筹签池。 如果你想要用户提供流动性,可以选择创建公共池。 如果你想要自己控制做事资金,提供流动性,可以选择私有池。 公共池和私有池都有三种模式。 这三种模式只是参数模板,是为了方便用户快速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设定参数。 对于私有池,创建后不同模式之间可以自由转换,而公有池则设定后不能更改。 但你如果不满意,可以再建立一个新的公有池。 锚定资金池是为锚定币设计,会将流动性集中在标记价格附近,类似Curve。 定价众筹指的是以某一固定价格售卖项目代币。 众筹比例最高为50%。 升价众筹指的是以某个价格开始拍卖项目代币。 随着买盘资金的增多,币价逐渐升高,最终所有用户会以众筹结束时的币价买到对应份额的代币。 硬顶价格指的是代币竞拍的最高价。 冷静期结束时间必须在众筹结束后的10分钟内,冷静期内用户可以选择退出众筹,撤出自己的资金。 单击发起就可以开始众筹了。